今天要教大家的是如何使用iPhone來接收以及發送Gmail的郵件 並且使用Exchange來收Gmail的信箱郵件 首先先登入到Gmail的信箱裡面 之後選擇設定 然後將AMAP來啟用之後把它儲存起來 之後我們看到iPhone這邊 選擇設定 選電子 鍵鍵 加入新的帳號 這要注意的是 原本的Gmail的選項是會接收POP的 但是我們要用的是AMAP 所以今天要選擇的就是選其他的部分 然後選加入電子郵件帳號 最後就像往常一樣 輸入你的電子信箱位置 然後還有帳號密碼等選項 再選擇 最後在收件伺服器這邊 我們打INAP 打Gmail.com 使用者名稱 則是你的完整的郵件帳戶 就是包含Gmail後面的部分 如果你的帳號是公司的Gmail郵件的話 那你就打後面的公司的位置名稱 今天伺服器的部分也是一樣 打smtp.gmail.com 然後使用者名稱 她是屬於一位 我可以打聽到 那是一位 有個右邊 有個左邊 並且有個右邊 是有個右邊 也是有個右邊 是有個右邊 有個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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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個右邊 它的驗證要等一下子 驗證成功了 之後到現象裡面的手鍵 這樣子INAP的設定就完成了 今天就先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